有一位叫網友方先生 他想要問阿寶老師 我們的玉米素可以和雅鈴酸或氫氧化鉀一起使用嗎 這個東西是盡量 如果要用的可以一起用 但是要作用的時候 請教朋友一定要注意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用這個 無論你什麼東西要和雅鈴酸 氫氧化鉀去研究 一定都要先把這兩種 因為雅鈴酸 它氫氧化鉀 和這兩種交測會 交測會之後 它的一個效果上其實就會 產生雅鈴酸 因為它是酸性 我們用這個氫氧化鉀 去幫它氫氧化鉀是減性 去綜合 綜合之後它的一個酸和鹼 去綜合的時候 它就產生水 水裡面就有一個 這個 氫氧化鉀的純潔 鉀離子 在水裡面有一個雅鈴酸根 那雅鈴酸根很快 它會變成零酸根 所以這個規定裡面的速度就會很快 當然現在有很多種方法 那個雅鈴酸不會變作這個 這個磷酸根 所以現在我們回家 就給它試一下這些東西看效果怎麼樣 因為這個兩種剛才泡來泡去 有時候也還蠻麻煩的 而且還蠻危險的 因為它是強酸 雅鈴酸也是強酸 這個氫氧化鉀也是強檢 強酸強檢都是比較危險 所以這兩種你先要蠻麻煩的 蠻麻煩的 這個水加一點 不能沒有水 這兩種在蠻 蠻麻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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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加玉米素 如果沒有玉米素 它裡面有這個植物蛋白 植物蛋白剛才是鹼性的生氧化質 它的堅持起來像在堅頭那樣 會有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 可能要稍微幫它 注意一下 所以在我們在營養的時候 這個要給好朋友 稍微幫他了解到 這個很重要 這些事情是很要緊的事 一定要把它處理好 所以有時候在這方面看起來 我們要去小心 只要你先把他們兩個酸鹼綜合 拿好 也有稍微稀釋一下 然後玉米素做的 我們就去煮 沒有問題 效果還蠻可以的 沒有太大的問題 在那這樣營養也還不錯 就讓你稍微參考一下 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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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